小S和妈妈近日在节目上唱了孩子叛逆行径 S妈在节目中笑说 以前被女儿气到 不知道说什么的时候都会落狠话 以后你生小孩看他们怎么争腻 结果小S在带三个女儿的过程中 果真时常被女儿挑战 虽然三个女儿跟自己当年比起来 已经算非常不叛逆 但还是经常被气哭 她还表示 某次二女儿莉莉认真让她气到网心里去 一女儿开口宣告 妈妈我长大之后一定要去龙鼻 她文言大力阻止 你知不知道你有多漂亮 你鼻子已经是完美 就怕女儿下错决定整形失败 换来无法改变的结果 后来莉莉自己上网买了夹鼻器 后称长期夹鼻头就会变小 起初小S并不看好 只言如果这个有用的话 世界上就没有大鼻头的人了 没想到某次去姐姐家吃饭 女儿好奇问 姨妈你觉得夹鼻器有用吗 结果身为美容大王的大S不仅大力推荐当然有用 还从卧室抽屉拿出大约20多个夹鼻器 一一说明各有各的功用 当场解决外申女的暧昧疑问 而片段一出后也引起了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